今天聊月经痛经大姨妈带来的烦恼 首先先聊一下月经吧 月经是每一个女生都会在人生的很长一个阶段经历的一件事情 我的月经是初中快结束 就是中考之前来的 然后刚来月经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预兆 没有任何感觉 就是我同班同学应该大部分人来的都比我早 然后我属于比较晚的 就是中考之前突然有一天 上厕所突然发现一片红 然后我妈就说没事 那个就是来月经了 然后就开始给我教导这方面的知识 刚一开始来的时候 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 一点感觉都没有 就是我妈就说不要害怕 就是首先是不要害怕 然后呢就是接受这个会流血 然后每个月都会流血这件事 然后最开始刚开始来的时候都是有紊乱的嘛 那我刚开始也是一样 完全停不住了 就是来一个多星期不带停的 而且都是哗啦啦流的 就是血量特别丰富 我就感觉像是水坝泄洪了一样就停不了 我妈还带我去医院打那个止血针 因为快中考了嘛 怕脑子缺血过多 因想学习 吃什么玩啊 这个玩那个玩不管用 然后去打止血针 打完就停了 然后呢就开始慢慢慢慢变正常 然后时间也变正常 然后量也差不多正常 然后在这刚开始来这一年呢 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但是我听了很多 我妈讲哎呀别人家的孩子 谁谁他们家的孩子 疼的不行在床上打滚 这个各种痛经的概念就开始往我脑子里灌输 灌输灌输 然后慢慢的也我也忘了什么时候开始了 反正好像大概是第二年开始 就就有痛经这件事了 然后这个痛经一来 他就一发不可收拾 他再没停过 一直到现在 这小二年了吧 反正中途呢 就是什么治疗痛经的方式都试过 不管最开始是吃止疼药也好 到后来想说对身体好一点吧 去中医调理 吃中药 喝中药汤 恶心的中药汤 然后包括各种贴 各种熏 各种敷 就是各种电 各种寮 能想到的方式都用了 就是都是那么微微能缓解一点点而已 然后基本上就是疼的时候撕心裂肺要死要活的 所以痛经这件事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在经历这个折磨 所以我真的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利好消息真的 清浅测有效 这事嘛 这事嘛我是从大概是呃四月份开始就是四月份的时候我先是让自己不要去想就是来来月经会疼这件事就是你先忘记来月经忘记来月经会疼这件事就让自己先不要注意我开始实验是不要注意这个就是不要把精力放在你来月经的这件事上 然后我发现他确实缓解了很多就像有些人说疯狂喝热水可以那个缓解就是每个人都会找到一个适合他缓解缓解的方式并不是说完全治愈的方式我这次要说是完全治愈的 然后呢五月份我就开始有一些另外的想法我就觉得是不是其实不会疼其实月经不会疼要不为什么我刚来的时候我就不疼呢 是因为后来别人告诉我有月经会疼有痛经这件事我才开始疼的 然后我是不是应该先忘记痛经这件事让自己忘掉月经会疼这件事比较重要的 然后上个月的时候我就这么做实验了还真的当你潜意识告诉自己忘记这个疼的时候 他真的就不那么疼了比四月份真的还要减少了很多的疼痛 这个月呢也就是昨天又来了 然后呢我就开始告诉自己不但你要忘记疼痛而且要告诉自己其实没有痛经这件事是为什么会疼呢 后来我昨天躺在床上我想明白了是你的紧张造成了这个疼 因为当你有没有当你真的你痛经的时候你仔细的去感觉你那个疼的地方 其实他是非常紧张的当你紧张的时候你越紧张他就越疼 这让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小时候我妈给我打针我妈以前做过护士我妈会打针 但是去医院每次医生打就特别疼我妈打就不疼 我妈后来就告诉我他的小蜜蜂是打屁股针的时候他会拿小纸轻轻的挠你的那个旁边的皮肤 让你缓解你那个紧张的情绪当你不紧张的时候真的就不疼了你都不知道针什么时候扎你都不知道针什么时候拔出来了 但是当你紧张的时候他就疼得要命就是普通的一个针他就可以这种反应 所以我就在想这是不是是因为我们的紧张造成了疼痛 所以有很多网上有很多就是缓解痛经的一些就是输压操啊缓解的一些方式 他其实都是在让你放松 你有没有发现包括你热肤也好这些所有你这个理疗的这个手段 他其实都是让你放松他他归根结底是让你放松 这就让我想到了当你生孩子的时候是不是旁边医生都会冲你喊 不要怕放松不要怕放松 当你放松了你可能真的就不疼了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感觉听见放松不要怕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反而就是更怕更不会放松所以他就更疼 然后呢我今天我从昨天一直到今天我一直都在试 就是但凡有一点那个感觉他要疼的那个征兆的时候 我就让我就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小腹的位置 我就感觉自己的那个紧绷然后去舒缓的放放开他放开他 就像你做瑜伽操之前他有一个就是让你放松的一个过程 他被从他就开始念放松从你的头头皮 放松眉毛放松眼眼眼皮放松脸放松鼻的耳朵 他就是从头到尾让你念他就让你注意到你的那一点 然后把它放松开 这个神奇的发现呢就就让我真的彻底战胜征服消除痛经了 就是别人告诉你不要喝凉水啊不要这个不要那个 他们都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没有你真正忘掉痛经 然后真正放松你的疼痛的位置来的根 这是根不要喝凉水这件事也是有道理的 就是水还是喝常温的比较好不会有痛经了 当要为什么说妈妈跟孩子会遗传就是妈妈会把痛经遗传给女儿 就是因为妈妈就痛经然后他就告诉女儿这有痛经什么件事 你从小就灌树的来月经有可能会肚子疼 他到到来的时候他就开始紧张他就开始疼 有的妈妈就不疼他就没跟女儿说这事 女儿从小不知道有痛经什么回事很有可能他就不疼 这就是痛经他真的是传染的就跟打哈欠他是传染的是一样的 我们都会去学就是你当你害怕恐惧紧张的时候 那那那个这个效应就是让你疼 然后让你注意到这点让你去放松你的身体的疼痛 就是告诉你你不要紧张要放松 要让他缓解掉不然的话以后会出更大的问题 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出三个月啊 悟性高的你现在是现在就零 悟性比较三个月之内绝对绝对也都好了 彻底治愈再不吃药再不打针再不复度的 再不电疗再不折额再不那饿了 首先放松放松你疼痛的地方那个疼他就消失了 非常厉害就是其实当然所有东西就是你自己的意识作用的 他有很大的层面是心理因素 比如他们一个月来一次他是一个月才来一次 然后一个月来一次他肯定就是在那几天 然后呢其实可能你我觉得后期应该就是头几天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后面可能就比较 我之前疼的时候不分日子的 啥时候他都疼天天疼 这是就是这真的是我现在就是但凡我感觉到他有点要疼的那个征兆了 我就告诉自己要放松要放松 慢慢试我们慢慢试啊 哪有疼你哪有疼哪有疼哪放松放松哪 这就是我们我明天要说的为什么要有睡觉这件事 我们来试试我们来试试吧 很多人都要为你提供的帖子 无法自然有闹性 这也是什么事 对我们来试试